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登机者护照姓名 二 出生年月日或护照号码 三 裁检日及报告日 四 疾病名称与检验方法 五 检验结果 入境后也提醒您配合居家检疫规范 留在家中或检疫地点不要随意外出 感谢您配合防疫措施 共同守护你我的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温馨消息 新北市89家职业工会组成的 新北工会行善团除了修缮弱势家户的住家之外 更和多家工会捐赠物资 让弱势族群感受到更多的关怀 继续装回去 它有坏掉的部分 我会帮它补回去 终到灯腿掉或者是门坏掉 劳工界的朋友 除了有一技之长赚钱养家之外 业余的时间更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艺 协助弱势朋友 新北市89个工会所组成的新北工会行善团 这几年来默默努力带着善心协助弱势家户 获得劳工局颁奖肯定 木工这些都是属于专业的工会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专业的工会 来协助我们所有的这些弱势领统或是弱势的团体 来进行居家的修缠或是像头发的衣剪或甚至按摩之类的 我想这个是我们工会优势的所在 我们也期望是说这些工会能够把他们的专长 把他们的价值划为出来 新北地区我看到它是蛮多的 我们接下这个案件 进入我们最大的力量去做 若是江户在哪里 哪里有需要 新北市工会行善团就会及时送上爱心关怀 这几年总共出动2600位志工 提供修缮 艳光配眼镜 一检一趟等服务 以他们的本业职能及资源 让若是族群得到帮助 我们新北市所有的总工会 能做这一方面的来服务 召集这些所有的 不管是油漆工会 水泥工会 还是田工工工会 会出一点力量来为这个社会一个小小的服务 新北工会行善团101年成立 以劳工朋友的专业加上爱心 逐步完成多项行善计划 未来希望有更多的工会投入 让爱的行善更有力量 记者林丽如新北报道 艺术创作不单只是创作的硬实力 有时候更需要内化的人文素养 也就是软实力 英科工商有全国唯一的陶瓷工程科 及全国唯二的美术工艺科 透过新北创新教育加速器的专案计划 运用跨科群的交流及资源整合 希望培育台湾新生代的文化软实力 也能孕育国际文化交流 英科工商为了落实108科刚 跨科跨群合作 及广开选修的主要精神 特别规划陶瓷工程科 与美术工艺科进行跨科合作 搭建茶西美学展演场域 吕彦华老师说 创作一定要先了解物品的内涵 做茶的器具 当然就必须先了解茶的文化 然后我们一开始的设计 就是想要让同学们认识茶文化 因为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是我们常接触的一个饮品 而学生们从进入学校开始 便逐年学习掌握各种媒材的特色 因此在老师的指导下 学生们将尝试跨科群合作 以茶西美学为主题 由陶工科结合美术工艺科的琉璃 法郎陶瓷器物实作课程 确实设计出茶器具组 以及相关的周篇产品 然后他们选的这个专题制作 是玻璃组 那玻璃组除了以玻璃为主要材质之外 因为他们在过去高一高二的时候 还学过其他材质 比如说金工啊木工 那我们到了三年级专题制作 我们希望把它过去所学的 做一个统整 所以我们这个班呢 我就带入了法郎器具 因为法郎就是金属加玻璃 一种结合 等于说他们过去有玻璃的经验 有金属的经验 所以现在加入新的技法就是法郎 学生张浩诚说 跨科群的学习 让他们可以学习到不同的技法 也让他们在创作时 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收获觉得蛮多的啊 就是这些我们其实 很多都没有碰到过 像什么法郎啊 玻璃粉骚啊 还有断鞘啊 这些我们都平常也不会碰到 近两年来 陶工科与美术工艺科 发展跨科群交流课程 加入茶席文化体验 从源头的茶器制作 到末端的茶席展演 以一条龙的课程让学生了解 创作不单只是创作的硬实力 要从幕后走到幕前 尚需要内化的人文素养 这方面的软实力 也让我们一起期待 明年初完整的成果展现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在带来看新北市学生音乐比赛进行中 成绩是陆续揭晓了 其中光复国小管乐团 拿下了特优成绩 取得全国赛的门票 时隔17年 再重拾乐生悠扬的风华岁月 新北市光复国小放学时间 传来掌声 让师生这么振奋 时间要回到稍找 光复国小管乐团 参加新北市学生音乐比赛 国小组V组竞赛 舞台上团员们认真演奏 诠释每个音符 因故未能留在比赛现场 听取最后结果 等到回到学校以后 才得知他们以优异的表现 获得评审评选为特优 管乐团是我们历史悠久的 这个音乐型社长活动 但是呢 因为曾有这个高峰 那这几年坦白讲 在我们音乐教育推动的部分 坦白讲遇到了评级 那管乐这个区块 那刚好这个两年前 我们呢 大家有一个共识 怎么样呢 在做一个体制上的一个调整 那后来呢 这两年我们真的做到了 我想这刚好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 十二年星刻钢 我们怎么样来实行发展 我们演奏师要是很专注 然后身体的力量 能量要攻击他 你只要没有攻击好 足够的能量 他就吹不好听 实际上光复国小管乐团 竞赛特优已经时隔17年 过去校方以管乐团为荣 却因任职教师转校后 中断了招神练团 直到四年前打掉重练 号召更多师生家长 一起加入 包括学校行政 还有老师以及学生家长们 目标一致 今年火力全开 一举拿下全国赛代表权 有很多后援会干部 你其实都听过 所以老师说 要把过去的文化洗掉 然后重新建立 通常要拿到特优要三年 最快也要三年 我们两年就做到了 那个是奇迹的感觉 因为回来的时候大概二十个左右 那人这么少 那第一个就是要先能够扩大编制 那就狂招生 可是相对的招生到上台比赛就几个月 等于我们这一次上台的都是这一年多 就我去年二月回来嘛 所以就是这一年招的学生 其实孩子有吹半年 有吹一年 那个要在台上发挥最好的效果 其实不太容易 那个能力是时间培养出来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看到孩子就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进步 好像还有点希望 所以这真的是蛮开心 孩子还有整个学校行政 也都动起来了 那当然家长 那个后援会 玉林会长 还有艾米会长 他们在这一年多里面 其实扮演很重要的那种后勤资源 那我就是可以专心的在教学的这一块 光复国小重新启动乐团 着重团体互动 以音乐培养学生的丰富学习生活 这几年除了参赛之外 也在社区进行演出 借着孩子们带来的美好乐意 感受音乐的特殊魔力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新北市家长志工成长协会 可以前往鼎谱国校推广多元文化 由阿嬷志工教小朋友做客家菜包 从拔艾草到搓揉米团包菜包 同学们体验了客家文化 纷纷大喊新奇又好玩 新北市家长志工成长协会理事长 何若平和志工 带领鼎国小同学在校园草坪观察植物 原来踩在脚下的就是艾草 也是制作客家菜包的食材 一一拔起来准备等一下要揉入米团做菜包 这一次协会共动员了有80岁及86岁等等多位阿嬷志工 一起来到学校教小朋友做客家菜包 由粗揉米团开始做起 这可是基础功夫喔 一点都不能马虎 这菜包呢 请了我们的黄金志工有86岁的长辈呢 还有我们80岁的长辈 共同的再把他们的客家文化再度的传承 那这些的板菜还有猪笼板 那通通都有亲自由这些长辈来特别的制作 搓揉好的米团再一一包入萝卜丝萝卜干以及咸菜等等馅料 就像包大饺子一样包起来再搓揉 同学们都是初次体验纷纷大喊新奇又好玩 我们在学校发现了草场上原来有爱草这个东西 而且我还把它拿起来直接吃 原本一开始没有味道 后来就有点苦苦的 爱草可以拿来做超外粿真的很特别 因为传统不是都是拿来避邪的吗 我也没有吃过超外粿 所以觉得蛮新奇的 包好的菜包同学们是大献成果 是既满足又有成就感 这也是学校推动多元文化的一环 让学生从中认识也体验了制作的乐趣 那我们鼎谱国小呢 一直以来对于多元文化的学习是不予余力 包含我们的那个新住民多国料理的体验 还有客家麻糬汤圆等等的学习 我们学校都非常非常的认真 并让学生能够亲自体验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整个过程的制作 包好的菜包以蒸笼蒸好后 飘出了阵阵白烟 同学们闻到大喊好香哦 而味道是如何呢 一一发给大家尝一尝 同学们说好吃 也感谢阿嬷传承手艺 吃到了好吃的菜包 也因此认识了客家文化 记者吴志恒卢秀娟新北常报道 再来是医疗消息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最近收治了两名65岁和67岁的女性患者 她们分别出现了腰酸被痛及血尿的症状 经诊疗后发现她们的左肾分别有2.5公分和5公分的肾结石 医生采取卵式输尿管径搭配雷射将结石打成碎片 隔天就可出院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泌尿科医师翁竹浩拿出肾脏S光图 指出的部分就是患者左肾内5公分大的肾结石 因为出现了腰酸被痛还有血尿的情况 查出是肾结石惹的祸 采用卵式输尿管径搭配雷射为患者治疗 5公分结石在传统上我们是会从肾长 就是从各位的背后打一个洞 大概这样子的洞 然后用内心进去把石头都清干净 那这个手术跟现在这个新型的卵式输尿管径比 当然缺点就是它多一个伤口 然后穿过肾脏的时候一定会造成比较多的流血 因为我们知道肾脏是一个血流非常丰富的器官 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们打了一个洞 然后又在肾脏里面操作 那比较容易造成感染 也比较容易造成它血压低 休克 这机会都比我们新式的卵式输尿管进来的高 那这个新式的好处就是第一个它尾床 我不用另外在病人身上打洞 或者是做任何的伤口 欧医师展现这一套可以弯曲的卵式输尿管 经过尿道自然孔进入的内视镜 顺应的肾脏的构造进行碎时治疗 让患者无伤口隔天即可出院 预防当然就是多喝水啦 那在其实现在我们医疗蛮进步的 而且医疗院所谓都很多 其实大家可以养成如果到了一定年纪可以定期的健检 那一般肾脏超音波或是腹部超音波 其实都会看你的肾脏到底有没有问题 有时候内脏疼痛你会跟外部的疼痛混在一起 这是内脏疼痛的特性 就是说你会觉得 我其实不是肾脏痛 我是背痛 我是下背痛 那甚至有人是左边有问题 但是他右边痛 这都是内脏痛的特性 卵式输尿管境搭配雷射治疗肾结石的医学心法 目前健保无补助需要自费 适用于心肺功能不佳 无法承受侵入式手术的患者 记者林立如吴志恒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